好的 第三章第四节的标题叫防御 其实就是免疫系统 各种人类系统当中的这个系统叫免疫系统 先把免疫反应做下定义 何为免疫反应呢 就是生物体抵抗义务的侵害 哇塞 写的就是言简一概啊 对不对 抵抗义务的侵害 那所谓的义务呢 例如 请注意到第二句话是例如哦 不是就是 什么 例如 好 好 好 义务 例如 不是 义务就是下面 下面这也可能是义务 但也可能不是义务 好 例如什么呢 像微生物 病原体 过敏源 我这边这样刮糊或雨 这样不太好 应该要顿号顿开 因为这三个物质 其实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我就一一把这几个名词定义讲清楚 微生物 病原体 过敏源是什么 微生物就是指微小的生物 这容易理解吧 微小的生物 它的定义上就是 这种生物的观察 必须用显微镜才能仔细观察的生物对象 我称之为微生物 很小的生物叫微生物 好 第二个叫病原体 就是让你生病的生物体 让你生病的生物 就叫做病原体 就这两个名词 其实就没有互相隶属 有没有微生物不是病原体 多了 你吃的优弱乳的乳酸菌 是让你健康 不是让你生病 它就是微生物 却不是病原体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微生物 其实不会让你生病的 好 那有没有 病原体却不是微生物 你让它 你因为它而生病 但是它不是微生物的 也有 回虫老虫很大的 像那个掏虫可以到一两公尺 超大 它是微生物吗 就不是的 很大的 所以有些大型寄生虫 让你生病 它就不是病原体 不对 它就不是微生物 但它是病原体 想法的吗 好 那以上这些 微生物病原体了解了 最后的是过敏原 让你过敏的物质 好的 让你过敏的物质 有没有可能是微生物 可能 有没有可能 刚好也是病原体 它让你生病 有可能 但有没有可能不是微生物 也可能 例如 叫什么了 我对铁钉过敏 被铁钉刺到了 我就过敏了 铁钉又不是生物 我对花粉过敏 花粉是植物 植物不会说是微生物 那花粉是植物 植物是病原体吗 好像也不是 所以有一些过敏原 可能不是微生物 可能不是病原体 甚至不是生物 我对某种蛋白质过敏 那个蛋白质不是生物 我对零分考卷过敏 它不是生物 所以不要给我零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三个名词 各有各的定义 微小的生物叫微生物 让你生病的生物叫病原体 让你过敏的东西叫过敏原 过敏原可能根本不是生物 所以这三个 没有互相隶属的 请各位就分清楚 这三个名词